哎 我有一个就是 你们对十 十八岁这几个字 在你们心目中 是个什么印象 我是没有经历过 练习真的 是 你们有没有 没有我也没有过 你看我像吗 我说我有你心吗 没有你的练习 可是练不一样 我们练的东西 可能不是像 去什么舞蹈教室练 但可能练一些 其他的事情 我有一个就是 你们对十十八岁这几个字 在你们心目中 是个什么印象 高考 我我我只记得我十八岁的志愿 跟后来志愿 是完全不一样 我本想当篮球员嘛 篮球选手 最后后半十三岁 我十三岁就这么高了 到十八岁我还是这么高 我就只好放弃 也不是妥协进演艺圈了 妥协进 但是就是 这我的第二志愿 这是演艺圈 还是唱歌跳的 对对对对 妥协进演艺圈 这个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以后我们就那么熟 哈哈哈 好凡尔赛 对 非常地凡尔赛尔凡也行 在十八岁 我有做一个特别的事情 就高考完之后 我在那个 就是我的那个高中 有做一个 我人生的第一次演唱会 在高中做演唱会 对对对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有参加校园比赛 所以就是在学校里面 还是会有很多人认识我 所以在十八岁 在高考完了之后 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 跟高中时代就告别 告别高中演唱会 对对对对 算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苏欣你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留学 然后我还追星 然后还开淘宝 还代购 十八十八岁 你把很多人 实际都做完了 对 我知道 这几年好忙 对啊 其实我们在年纪小的时候 多经历一些生活历练 是特别好的 铁定要的 比如说你父母一直呵护你 保护你 不让你受任何的伤害 你到了三十岁 父母说好 你出去工作吧 就任何一个小的挫折 感觉 就一下子就怎么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对对对 当我十八岁 其实我20岁 所以当我十八岁 我只会在公司的厅居 习续习续习 不知道我可以开始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应该要回学校吗 应该要回台湾 等等 但是我还没有回家 然后还没有 少人来开始 就在一个未知的情况 掩盖着 因为练习生有时候 他有时候练 有些人练很快就出道 有些人练很久才出道 像我是没有经历过练习生的 是 你们有没有吗 没有 我也没有过 你看我像吗 我说我有你去信吗 没有你的练习 可是练不一样 我们练的东西 可能不是像去什么舞蹈教室练 但可能练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 好 那我们就开始看现场吧 太期待了 我们开始吧